烏無人機重創個塔達斯坦無人機廠和煉油廠 美英簽署人工智能安全合作協業 美駐武漢領館搬新館、中國網民盼松啟成都館 降薪裁員潮席捲中國、騰訊員工一年內減1萬人 大五毛司馬南主演電影《扑街勒》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3日 在節目開始前,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位 來自美國加州的謝女士的真實故事 謝女士因為不幸跌倒事故受傷 多年來一直忍受著膝頭的疼痛 但是一切在她開始嘗試三高代謝寶之後發生了變化 現在讓我們來聽聽謝女士的親身體驗 她的改變不僅體驗在行動上 她的夜間睡眠品質也有顯著提升 終於擺脫了多年的夜療問題 謝女士的經歷為我們帶來了希望 提醒我們無論面對怎樣的健康挑戰 總有解決辦法 如果你或你的親友正在經歷類似的情況 不妨考慮嘗試三高代謝寶 更多的詳情,請瀏覽健康520網站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520網站提問 會有專家團隊為你解答 請注意謝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個人的體驗 結果可能因人而異 我們鼓勵消費者在嘗試任何新的食品補充品之前 詢問醫療專業團隊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2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抵達巴黎 她將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外長失誘內 以討論法美在援助烏克蘭、中東局勢 和蘇丹問題上的合作 當日稍早時候,烏克蘭無人機襲擊了俄國塔塔斯坦的 沙克德無人機生產設施和附近的煉油廠 據《莫斯科時報》報道 俄羅斯塔塔斯坦首次遭烏克蘭無人機攻擊 俄羅斯在塔塔斯坦共和國生產自殺式無人機 被襲地點距離俄烏邊境約1,200公里 另據烏克蘭通訊社引述消息人士稱 烏國防部情報總局發動了這次襲擊 大陸媒體認為 這證明了俄羅斯防空系統有巨大漏洞 烏克蘭有能力攻擊俄羅斯福地 據聯合組報稱 烏克蘭還利用無人機襲擊了塔萊科鏈油廠 並稱損壞了一個軍事目標 塔萊科鏈油廠年產量超過1,700萬噸 是俄羅斯最大的鏈油廠之一 據俄新社報道 俄羅斯電子戰防禦系統 在塔塔石油公司位於夏卡姆斯克的塔萊科鏈油廠附近 攔截了一架烏克蘭無人機 有人認為烏克蘭幾架無人機 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飛向目標 這樣轟炸莫斯科也沒有問題 隨後俄羅斯國家道馬國防委員會主席 卡爾塔波洛夫表示 當我們佔領機庫時 無人機造成的混亂就會結束 推特帳號Nexter認為 這意味著俄羅斯當局對好似烏克蘭無人機無能為力 有人指出 如果他們離開烏克蘭領土 那麼無人機的故事也將停止 這個比佔領機庫更容易 有人回應說 俄羅斯過去沒有 現在肯定也無法佔領機庫 法國外長在談到烏克蘭襲擊俄羅斯石油刺斯事件時表示 幾乎是肯合法防御框桿內採取行動 布林肯表示 不支持對俄羅斯領土進行攻擊 不過美國及其盟友正日復一日的努力阻止 從中國、伊朗和北韓等國家向俄羅斯轉讓武器 以支持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 這不僅是對烏克蘭的威脅 也是對整個歐洲安全的威脅 同日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宣布 正在為戰爭做準備 據他介紹 該國正在訓練軍事部隊 並提供武器和裝備以增強防禦準備 據彭博社消息 北約提議提供1,000億美元的五年基金 來援助烏克蘭的戰爭 澤連斯基剛剛簽署了一項法輪 將烏克蘭國家徵兵年齡 從27歲降至25歲 數萬名新兵將入伍接受訓練 並上陣對抗俄軍 普京簽署了關於新任俄羅斯海軍領導層的法令 任命莫伊·謝耶夫海軍上將為俄羅斯海軍總司令 謝爾蓋平休克中將擔任黑海艦隊司令 康斯坦丁卡班佐夫中將擔任北方艦隊司令 由於烏克蘭無人機持續打擊俄羅斯在黑海的活動 迫使俄軍的船隻倉促駕從克里米亞轉入到俄國本土 新羅西斯克部署 美國和英國在4月1日簽署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議 將在測試和評估新興人工智能模型風險等方面進行合作 這項協議可以說開創了在人工智能領域進行國際合作的先河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這項協議是由英國科學、創新和技術大臣多利納 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華盛頓簽署的 目的是為促進兩國在人工智能安全技術知識、信息和人才等方面的合作 這份協議中要求新成立的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 和美國同類機構全面合作 共同研究如何獨立評估 由OpenAI和谷歌等公司建立的私人人工智能模型 同時,英國政府通訊總部和美國國家安全局 在情報和安全事務上也會加強合作 之前,谷歌、微軟和Meta等科技集團 都已簽署了自願承諾書 將開放他們最新的新城市人工智能模型 供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審查 多利納表示,很多最先進的人工智能公司都在美國 美國在這個領域的專業知識 將有助於民眾了解人工智能存在的風險 以及科技公司應該履行的承諾 雷蒙多則表示,這項協議將推動美英兩國 對人工智能風險的全方位評估 無論是對兩國國家安全 還是對更廣泛的人類社會 都是非常重要的 據美國之音2日報導,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 3月28日簽入新館 由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主持新館開幕式 白欣斯通過X群平台發文表示 武漢總領事館新館辦公室 將進一步促進美國和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 各省人民間的貿易、教育及觀光扭帶 新館不僅提供美國公民服務、擴大簽證業務 並將扮演美國和華中地區的扭帶 此事引來不少中國網民詢問 名為Sam的微博用戶留言說 什麼時候才恢復成都的美國領事館 名為X1Nature的用戶則語大悲觀地說 不管怎樣,美國還是有決定權開放或者不開放 至於成都就不要想了,不會再有了 2020年7月21日 川普政府以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 和美國公民的私人信息為由 要求中共在72小時內關閉期位於優士頓的總領事館 中共也同步要求美國關閉期駐成都的總領事館 美國德州三母優士頓、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翁李中認為 拜登政府盼美中關係緩和 而中國面對經濟下降趨勢 須招引外資,亦多少收斂了戰狼之態 因此兩國或已經討論過 成都和優士頓總領事館的重啟 我覺得機會比較少一些 除非中國釋出非常直接的善意 美國才會做出相對的回應 川普如果入主白宮 兩國互相重啟總領事館一事 自然是遙遙無期 美國目前除了駐北京大使館之外 另在廣州、武漢、上海、瀋陽設有總領事館 分別服務中國的華立、華中、華東和華北地區 一般來說 總領事館專注於經營民間和地方政府關係 政治氛圍比大使館要淡很多 在德州的政治學者雍李宗說 美中皆是復原遼闊的大國 總領事館越少便利性就越低 將會被右面簽需求的申請人士 飽受周車勞頓之苦 另外,各地領事館也有助於促進雙方經貿交流 久而久之也具決策影響力 更代表兩國友好、避免衝突的努力 因此仍具政治象徵意義 中共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 今年2月份 全國城鎮統計失業率回升至5.3% 是去年8月以來的最高點 從網民的發帖內容來看 中國互聯網和科技企業裁員潮一直在持續 而被認為是鐵飯碗的國有企業的減薪裁員潮 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 可說現在是大陸裁員潮不斷、經濟困境、百姓生活艱難 據《大紀元》報道 近期 央企裁員的消息在大陸網上到處可見 很多人感嘆 現在央企都不保險了 有人爆料說 去年央企就開始裁員潮 按5%的比例裁的,今年是按10% 一位江蘇自媒體人恐大餅,近日表示 我曾在一個有近萬人的大國企工作了8年多 去年10月份被裁員潮 不管你多優秀,不管你學歷有多高 只要你關係不硬,想裁你沒有商量的 我關係不硬,又不懂拍領導的馬屁,所以避裁 避裁完後,他一直找不到工作 也不敢跟親人說自己沒有了工作 每天都在花之前的存款 無奈之前,他開了一家大餅店,自貿生路 但他感嘆說,太累了 有工作的人千萬不要選擇開店 這種累你們是無法體會的 一個天津網民小高表示,他們夫妻都曾經認為 國企不可能裁員,所以她的先生在2014年 進入國企工作時,非常的開心 以為終於找到一份長久穩定的工作 不用擔心失業了,沒想到去年年底被裁員了 還有一名山東青島的女網民表示 她32歲了,曾經是某國企的辦公室主任 工作了8年,以為自己已經運成了企業圓路 沒想到去年10月被裁員了 失業後又沒有什麼專業技能 兩個月之內去了多家單位面試 都以失敗告終,最後只能去炸雞店做兼職 好像他們這樣在網上自述被裁員經歷的網友 還有很多很多 從2022年開始,特別是互聯網企業 科技企業就先後大裁員 近日還有網民在職場內容社區發消息說 某大廠開始裁員,裁員比例為10%至30% 消息中點名的群組都是騰訊公司下屬的事業群 即使騰訊公司公關總監將軍 在微博中轉載了對上述消息的闢謠內容 但這個消息還是被廣泛熱傳 據快科技的報導 騰訊2023年第一季度的財報顯示 2022年3月31日,騰訊員工有116,213人 到了2023年3月31日,這個數字就跌到了106,221人 從數據來看,在剛剛好一年的時間內 騰訊員工減少了幾乎整整1萬人 減少量為8.6% 網友不禁感嘆吧,現在真是失業潮席捲中國 觀眾朋友,如果你身邊也有類似失業經歷的事情呢 歡迎在下面的留言區 由第五毛司馬南主演的電影《重山之外》 定當3月23日上映 因票房慘淡又重新定當4月20日上映 3月27日,支付帳號肥豬滿圈老李鐵文說 某人的電影《重山之外》 我剛剛看了一下,沒看到排片 不是說3月23日就上映了嗎?今天也27日了 3月30日,微博帳號《馬邦留素》 在微博鐵文說 表演外國藝術家司馬南的電影《仆街勒》 司馬南早在幾個月前就開始預告了其主演的首部電影《重山之外》 將在3月23日首映 但近幾天來,民眾首片了遠線拍片 就見不到這部電影的蹤影 據有消息說,幾天來,其票房僅僅20多萬 首發的B站播放量竟然中不到200次 有人說,號稱全網粉絲3,000萬的司馬南主演一部電影 票房只有21萬,被迫下線,重新批其上檔 粉絲支持太不夠力了,看來網絡世界和真實世界有很大差異 也有人指,不擔心重度直播賣書68本的覆轍嗎? 早前,司馬南直播賣書只賣出了68本 引發外界對其3,000萬粉絲數量的質疑 有人指出道,我無媒統一次窗戶指,粉絲應該是不太存在的 水君才是全方圍全過程的 還有人表示,司馬南在網上表演騙子 散方者已經臨離盡致,哪個還去電影院看她的表演? 看騙子演正年人物?那不是吃了烏鷹的感覺嗎? 支付用戶老彥說,我從電影裡面只看到兩個字,貧窮 都2024年了,她兒子居然連智能手機都沒有 交學費還用現金 其次,兒子的學費被偷了,作為父親的司馬南 就這麼手速無差?阿爾茲海默正發作了,要靠社會捐助了 這樣,這十幾年,我們精準扶貧的偉大成果在哪兒? 那是否在末克我們已經實現的小康社會呢? 西方國家看了,會不會認為我們的老百姓都是這麼窮的呢? 連個智能手機都用不起 西方拿這套電影借題發揮,我們的國家形象在哪兒?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資料報告